一名年轻女性神情恍惚在地铁站企图自杀 幸亏旁边的乘客眼疾手快将其救下 女孩没穿内裤 衣衫被撕毁 在大腿上还有不少新的瘀伤 被救之后一言不发 但听到要联系家长时 却突然拉住警察的手喊不要 还说通知我父母他们会杀了我 但女孩的父母看起来非常关心孩子 也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 反而是女孩的证词屡次出现问题 医院里经过父母的安抚后 女孩假计开口讲述此前的遭遇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被陌生人抓住推进车里 并且威胁敢乱叫就杀了他 之后被对方绑在床上侵犯 因为一直被蒙着眼睛 所以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 唯一能提供的线索 就是对方的老二上面穿了一个环 警方查看了地铁的监控视频 发现假机身后一直有个男子在尾随 调查后得知该男子名叫卡尔并且有前科 卡尔不承认尾随也不愿提供DNA样本 他们在审讯室里耗了几个小时 趁着上厕所的机会 名正言顺地检查了卡尔的老二 虽然确认了上边有环并且进行了逮捕 但是被对方赶到的律师给拦了下来 警方的行为依旧涉嫌非法取证 检察官也表示想定罪光靠这些还不够 还必须找到其他的有利证据才行 医院里假机的检查报告终于出结果 法医发现这些勒痕和两年前的一起未侦破抛尸案的勒痕及其相似 当时尸体浸泡在水里两个星期后才被发现 尸体上多处勒痕并且没有头颅导致无法确认身份 如果这两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 那么凶手应该不止一人 因为在假机体内提取出来的小蝌蚪有两种血型 而假机又说自己从未交往过男朋友 说明假机曾被两人轮流侵犯 并且其中一个样本有药物残留 是一种用来治疗高胆固存的 由此可以推断对方比较年长期马在中年以上 班森和奥特来到假机家里了解情况 鸡妈介绍着鸡爸去上班了不在家 家里刚好开了日拖中心所以孩子比较多 房间里假机说自己当时被蒙着双眼 因为害怕已经麻痹到没了知觉 至于是几个人他也不清楚 在班森和假机谈话时奥特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房间里有个小女孩在玩耍 奥特给了他一支笔作为礼物 而这礼物也将成为最后破案的至关重要点 刚送完礼物奥特就看到了书桌上边摆着的两瓶药 这赫然就是治疗高胆固存的 小女孩说这里住着一个比奥特还要老的男人 原来假机隔壁的房间出租给了一个叫蓝道的人 一提到这人假机就变得情绪激动最后跑了出去 难道是因为凶手住隔壁所以假机才不敢说出事情 很快蓝道就被请到警局协助调查 但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自愿提供DNA样本来证明清白 有罪之人通常不会提供DNA样本 除非他是蠢道家不然肯定就是无辜的 在警方纠结无果的时候医院打来电话 最新的检查结果表明假机早已不是纯洁之身 假机的子宫颈非典型增生 这个自称没男友的女孩 发生过很多差行为 班森来到假机的学校继续调查 果然假机是有过男朋友的 且就是老二代还的卡尔 奥特推断可能是害怕父母知道所以他才故意隐瞒 再次来到假机家里约谈 在父亲点头后假机承认了和卡尔的关系 但是在一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分手 说着说着假机又变得情绪激动开始指责警方 自己明明已经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们警察就是不相信还要一直逼问 导致他心急之下说谎将卡尔牵扯进来 在离开时奥特突然被之前的小女孩拉到角落 说要送他东西作为回忆 是一个比较精致的手镯 还让奥特不要告诉其他人 下午其他同事传来好消息 法医在其中一个样本里比对出了吻合的DNA 查尔斯曾因为抢劫商人进过监狱 他现在的住处和假机家只隔着一条街道 并且他两年前的工作是在肉类加工厂当屠夫 这与两年前未侦破的抛尸案同样对得上 审讯是李查尔斯说自己没有绑过假机 更没有和他发生过关系 自己是和他的母亲发生的关系 但法医已经在假机体内发现了他的DNA 他也承认了那段时间自己去过假机家里 但为什么还有嘴硬就是不肯认罪呢 在警员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班森带来了一则重磅消息 第二份小蝌蚪样本已经找到吻合的了 假机的前男友卡尔喜琴嫌疑 因为与之吻合的是自愿提供DNA样本的难道 然而审讯的结果却令刑警们都大为震惊 两名嫌疑人的共通点竟然是与鸡妈发生过关系 并且鸡爸的举动更是匪夷所思 正常人的思维已经无法推断 案件小组请来了他们的御用心理医生黄来分析 黄医生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鸡爸应该是一个有着差强迫症的自恋狂 他会把家庭当成自己的小邪教 逼着家人做出一些变态行为 并且鸡爸可能在生理上有障碍 无法抬头无法生育 所以他会在家里缔造掌控一切的权利 在他家里成群的小孩就很有问题 果然调查后发现所谓的日拖中心根本就没有 出生记录显示所有的小孩都是鸡妈生的 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 鸡妈表示自己不知道 他说是因为鸡爸很喜欢小孩 但是在生完小茉莉后鸡爸就出现问题再也无法生育 所以只能找别的男人来代劳 然而好景不长 又生了两胎后鸡妈在生育过程中出现意外 为了保命他不得不切除子宫 真相彻底惊呆了众人 但鸡爸的罪行却不止于此 甚至他的掌控力远远地超出了警方的预料 原本同意出庭作证的假鸡 只是远远地看了鸡爸一眼就直接改了证词 他说父母都很爱自己 也从来没有伤害过自己 都是警察让自己指控父亲的 最终警方败诉 而更糟糕的还是福利院的来电通知 假鸡怀孕了并且想把孩子留下来 一个让女儿怀孕的混蛋还能逍遥法外 警方当然不同意 既然不能以强奸案把他定罪 那就用杀人罪试试 刑警们可没忘记假鸡身上的勒痕 和两年前未侦破抛尸案的勒痕是一样的 而且蓝道在假鸡旁边租的那个房间 鸡爸曾解释过他以前都是租给年轻女性 所以那句无头女士很有可能就是曾经的租客 经过调查后发现两年前在案发的时间段里 确实有一名叫凯伦的女孩住在鸡家 资料里显示凯伦唯一在世的亲人只有他奶奶 但奶奶表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因为凯伦在两年前搬到欧洲去了 最后一次有消息还只是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奥特看了一眼日期正好是无头女士被发现前的两星期 班森问奶奶凯伦有没有在明信片上提到欧洲的事 奶奶回答说没有 并且凯伦去欧洲这件事还是那位好心的先生告诉他的 先生说他们一起住在纽约 凯伦是他家里的保姆 奥特在房间里看到了凯伦的照片 并且一眼就认出了凯伦手腕上戴着的手环 与在鸡家室小女孩送给他的一幕一样 经过确认手环确实属于凯伦 假鸡说是他在凯伦房间的床底下找到的 对房间进行检测 发现在床底下方存在空隙 挖开60多厘米厚的混泥土后找到了一个头颅 最终金法医确认头颅是凯伦的 原来之前贾吉说的父母会杀了我 确实不是随便说说的 如今终于摆脱控制走了出来 贾吉表示自己会去流产